回顾本场比赛,上半场双方打了一个五五开,手绝绝是前队手感冰凉,与其来更是其中一的效应用阵力,失忆,被抢弄更是数不过来,但是显示也没有把握住机会,除了对兰特,其他人都能拦,三分小终一只领先十一分,次绝绝是手感红稳,替补席的克拉德,奥尼尔更是给力, 护理居然连着两个三分,但其他人的外线,依旧没有感觉,比方也被追到了三分的分差,下半场双方依旧呈现胶着探视,如比奥,奥格奥斯,与其来的接连三分实现反超,随后双方交替领先,替补席最后连拿四分帮助杰士反超三分,杰盛杰克尔一点也不哄,根据力用说有效,这部,高度鸡鸡独立, 考神赶天断地的半扣,库里三分高的球更是好当主场球连,仍是一波时期,二冲击波一局奠定顺局,而在比赛最后一攻中,库里拿到球跑到对方前场,与其来可能以为库里会投篮,也接着追上去,但是库里毕竟是库里,等时间走完了在头, 人品流的说,另外本场演示也是疯狂给考神喂饼,因为考神真不在状态,就是投不进,十七投四中,真正的半执局还要再等等,全民我调侃,心意的点略考神是不吃的,就是那么有骨气。